政府是否要开放Apple Pay来台考量相当的多 那么国内的支付平台业者就希望把Apple Pay当中的代码转换服务 留给本地业者来承接 不过有银行业者担心如此一来可能会使得开放的时间一言再言 因此政府正在评估要如何取舍或是找出配套措施 只要对准感应器按下指纹 前百种商品都可以直接支付 在国外已经流行一年多的Apple Pay 采用特殊的代码转换技术来启动付费流程 国内的平台业者希望能成为Apple Pay的代码服务商 理由之一就是如此一来 国人的个资就不用绕到海外伺服器 方便主管机关控管 如果是绕中在国外的话 那它签算跟结算都在国外嘛 消费的纠纷 或者是发生一些的问题 那请问消费者向谁去求偿呢 不过银行业者认为 若是有国内业者担任代码服务商 光是建立系统就要旷日费时 如果说由国内的TSP来担任的话 它必须经过EMV Code的认证 那需要配合国际组织的实陈规划 时间上面可能会比较延后 所以他们认为是应该由发卡机构 自己来决定由谁担任TSP Visa也跳出来澄清强调 两年前Visa系统就已经和苹果的Apple Pay 借接是现成的管道 如果要开放来台 只差发卡银行 要与Visa系统借接的这一段 另外Visa也不会持有个资 过去20多年来信用卡交易都是如此 并不会是Apple Pay能不能来台的阻碍 又电TV消费亲李嘉宏 台湾到